这是Magic Keyboard 也许你之前看过关于讲Mac快捷键的视频 但是今天我将从设计角度去谈Mac快捷键 从而帮你绕过一些在外设上的弯路 更好的投入生产力 而关键在于理解这些设计 才能对设计进行活用 批判和改良 首先从Command键开始 很多教程会告诉你 这对应的是Windows的Ctrl键 这种说法并非错误 但也遗漏了重要信息 这是日语布局的键盘 可以看到它的Ctrl键跑到原来Caps Lock的地方 这是HHKB的静电容键盘 专门为开发者设计 它也把Ctrl键放到了同样的位置 这一切的原因 在于MacOS兼容大多数Emacs风格的光标移动 按住Ctrl 再按F就是前进 再按一下Option 你就会获得分次移动的能力 如果想要后退 则搭配的是B 跳到下一行 搭配的是N 返回上一行 搭配的是P 除此之外 按下Shift换挡 还能选中一段字符 这一系列操作 使用者无需离开 以FJ为中心的字母区即可操作 所以 HHKB把Ctrl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也就说得通了 至于Caps Lock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按键 按下Shift打出大写更为高效 有了这一套移动方式之后 就连方向键也降低了存在价值 这就是HHKB的设计逻辑 实际使用中 传统Ctrl的位置对于小拇指实在不友好 所以就有日语键盘的改动 当然MacOS也提供了重新映射修饰键的设置 Windows和Mac的修饰键的位置有所不同 这种差异是考虑到KB的 是功能性快捷键的主要修饰键 在PC上 FN放在原来Ctrl的地方 就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糟糕设计 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由于Mac有着更多的修饰键 所以就能组合出更多的快捷键 而无需专门去借用F功能区 用户就不用按着FN去访问他们 可以专心充当控制按键 从刚才Emacs的例子中 你应该已经能发现 大多数快捷键有迹可循 比如说退出F是Command加Q 而到了系统这边 带上Ctrl就是锁屏 带Shift则是注销 另外一个例子 Command加W是关闭一个标签页 Command Shift加W则是关闭整个窗口 Command加Option加Shift加W则会关闭所有的窗口 对应Command加W关闭标签页 Command加T则是打开新标签页 而这里有个隐藏操作 Command加Shift加T能够重新打开 最近关闭的窗口或者标签页 到了这里你大概能够明白 Shift的功能通常是改变原来快捷键的方向 或者是改变程度 就像换档那样 可以提升档位 也可以换倒档 比方说Command加Z的撤销功能 加Shift换倒档就是取消撤销 正常鼠标上下滚轮移动 按住Shift就变成了横滚 这个设计在设计时间线操作的剪辑软件里非常好用 而Option代表的就是特例 比如你去星巴克之前都是点拿铁 现在要知道拿铁里面牛奶可以换豆奶 按住Option也能做一些更深入的操作 比如这是正常的查看WiFi 而按住Option就进一步显示了详细信息 这种隐藏操作在MacOS上很普遍 所以修饰键加字母数字的快捷键形式 能够大幅度扩展开发者的设计空间 也平缓了使用者的学习曲线 避免了大量时间学习快捷键 但是记不住 而且实战中效率提升低的尴尬 但是键盘本身也有其限制 即便你可以用刚才的方法加速掌握快捷键 但是学习的难度仍然大于触摸屏 因此MacBook Pro引落了TouchBar 这一方面解决了很多快捷键不直观的问题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截图的345选项 虽然强大 但不如TouchBar容易掌握 可以针对每一个场景做出一个预设 更将触摸操作的便利直观的优势 加强到原有功能上 突破了键盘单次点按和持续点按的状态限制 拓展了键盘能输入符号的范围 比如说现在随处可见的emoji 并且TouchBar能随着不同程序的用户定义改变 从而更好的服务用户的功能需求 这种让软件改变硬件的行为 就是软硬件结合的最佳体现 所以很多用户对TouchBar的批评 其实正好反映了 他们对麦克快捷键设计的义无所知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麦克OS大多数的系统和应用的快捷键可以调整 Final Cut里面的快捷键调整功能就更加强大 可以看到功能的分类 快捷键的分布 乃至导入导出 这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 快捷键的统一性 就比如不同应用的偏好设置 都是Client加Do好 这样就可以达到处类旁通 对应也就避免快捷键风格不同造成的混乱 因此就会带来更强的号召力 第三方生产的应用将会按照这些思路设计快捷键 这就提升了平台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在中文键盘上 将夸括号换成排版中更好看的直交引号 当然只要在中文输入法下就能这么做 只不过其他Windows PC做不到这点 另外一方面 这些设计并不仅仅停用在Mac上 在iPadOS上也能使用其中的绝大多数 按住Command就能查看到每个App的主要快捷键 所以可见iPadOS和MacOS的功能互通非常深入 有了快捷键才让键盘不会成为所谓的保护套支架 而是生产力的保证 最后回到键盘硬件本身 最近几年由于禁忌网游的新奇 很多人开始推崇机械键盘 这种推崇甚至蔓延到办公领域 很多人认为机械键盘也适合办公和写代码 事实上这些人误解了手感和输入效率的关系 甚至没有理解实际应用中对键程 反馈力度 段落感的需求 以至于很多人为了低压力的办公场景 选择了红茶轴 要知道微软除了薄膜之外 都是剪刀脚键盘 说明选择红轴机械键盘反而是绕远路 键程更短 压力更小 但是反馈更强的键盘才是未来 而Butterfly Keyboard一度是这种思路下的代表 但是这种概念碰到倒车化 电竞化 客制化的高端键盘市场 再加上本身在耐用性上的缺陷 在去年夭折 但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市场对用户的误导 以至于用户在用明朝的键砍清朝的关 这让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不然键盘在机械设置上就很难有进步 因为一个小众内卷竞技市场引导了大部分的舆论 就像当年国专HiFi那样 而如今HiFi市场就只有TWS市场的零头 所以我还是相信Mac和iPad在软硬件结合的努力 在未来还是会受到用户认可 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别忘了投币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